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给大家介绍几个温哥华好吃的 大家有机会来温哥华玩一定要去尝一尝 这家呢是在Richmond渔人码头的一个披萨店 这家店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龙虾皮子 我已经吃了两次了 买完了之后当时吃比较好 就在附近找个地方 另外的一个就是在北温公众食堂的墨西哥餐 这种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能是尝尝就好 外国餐来说这个墨西哥餐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这个公众商场在海边可以在这吃和玩乐听听音乐 这个要这样吃 还有就是温哥华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地方 海鲜是必不可守的 现在盛产的斑点虾 要吃广东菜可以来这个金如意 这个饭店就是广东人经常来喝早茶的地方 我发现广东人真的比内地人会胜货 到饭店来喝早茶的人居然是年龄大的人会比较多 而且都是朋友之间大伴来喝早茶 他们会在饭店里吃完饭 还有喝茶聊天 会聊很长时间 这个上面是真的是金箔 我第一次吃金箔的东西 我都在想它能不能消化 我需要把那金箔摊平 因为我担心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可能消化不了 广东的早餐真的是丰富 比我们北方的早餐可丰富的多了 好迷 这边也是一川的 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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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先开始 它才发现